新任郎官 入宫面上 秦儿 父亲 你当了郎官 要面见圣上了 要第一次面见圣上了 我期待一个盛世的到来 小时候您跟我说 圣上是一位好皇帝 我游历了锦绣河山 看到了繁荣安帝 是圣上是我们大汉四海一桶 生威远波 我盼望见圣上很久了 父亲 父亲 皇帝圣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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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拜 西 后世被称为汉武帝 圣上当的一个母字 此后您就一直追随在汉武帝身边 云从龙 风从虎 数十年间 我随陛下寻姓四方 云从甘泉三河 后又云从西巡 奉使西征 即北巡 巡视疆土 震补万名 您护从汉武帝 见证了汉朝日益崛起 内兴制度外出变换 诚治贪腐 发展经济 四海一统 家国一体 所以您也是见证历史的人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史记的人 我的父亲 在太史镇上已经着手写太史公书 直到那一年 圣上泰山风扇 我从八叔兴业赶回 谦儿 为父 不能跟圣上泰山风扇 你要去 我要陪着您 谦儿 父亲说 风扇是史官不能错过的千古盛世 千古盛世 我司马家一定要见证 可是父亲 我心里只记挂着您啊 父亲记挂的 是我们司马家作为史官的责任 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的话吗 父亲 父亲 我记得 我记得 父亲 对 对 西在专须 命南正中 亦思天 北正离 亦思地 司马一族 历经 遥顺 下 商至周 世代为天官 掌管历史 掌管历史 倩儿 太史公书 我已出义 我已出义 上其 遥顺美德 下至 汉青一统 史官 终将离去 清史 千年永存 九天人之地 以通古今之变 成义家之言 千儿 太史公书 为父是完成归 可惜呀 你我父子二人 要共住清史的约定 为父 要实验 父亲 千儿 要敬畏写下的 每一个字 父亲 父亲 不许多 不许多 太史公书 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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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许多 不许多 属于公元前一百一十年 此后司马迁继承复制 任太使令 李都尉 太使大人好 李都尉此期为抗击匈奴辛苦 此次 曾以二世将军出征 离一战而定 永绝变幻 我等着为李都尉 和你的祖父李转 这太使被大汉将士立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 他就是李玲 对 李广将军的孙子 您在史记里 专门做了李将军列传 非将军可敬 保国安民 征战牺牲的将士们 都可敬 太史公书应当记述 终臣死亦之事 但也正是因为李玲 您遭遇了一场祸事 因为这场祸事 我死了一次 身体发福 守着父母 慧伤极为不孝 身受此行 为世人所孝 如莫贤人哪 生 没有脸面祭拜父母 死 我也没有颜面葬入先祖的坟墓 那时我常一日而久回 在家惶惶不安 出门不知所望 每当念起这种耻辱 就会汗透一倍 家父临终托志 我司马家世代史官 父子两代 太史令 网罗天下 放一旧文 一欲以旧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称一家之言 清史未旧 此以为不孝 所以面对祸事 我只能就急行而无韵刺 先生 是有大勇气的人 所以您说 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用之所趋一也 所以 因为这场祸事 我也重生了一次 昔日 周文王被拘禁之时 推演周易 孔子在九棍之时 编住春青 屈原被放逐 覆离骚 左丘双目实名 作国语 死病被残害 弯曲病骨 写出兵法 诗三百篇 多数是圣贤 发奋而作 我横遭祸事 身躯已残 清史 不可费 不可费 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铸就太史公书 敢问族下 此书 当得我司马迁 才何一世 佛 当得一世重生 堪称 万事 不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